現在要上的叫做顏色跟其他 這段內容很簡單很容易 但是會考基色考了好幾遍 考了好幾遍 所以他算愛考 但是他很簡單很容易 第一個就是講到色光跟顏色 我們可愛的牛頓大哥做了一個實驗 課本上面只跟你講說 他讓光通過三菱鏡 然後散出七彩的顏色 這個現象叫做色散 顏色分散了 但是其實牛頓大哥做的不只這樣 牛頓大哥做的事情是光經過一個鏡子 分成七彩的光 這把現象在合起來又回到原來的光 所以證明我看到的光是從七個顏色混過來的 有分開跟有合起來 有合起來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由這個實驗證明 你平常看到的陽光 是由七種不同顏色的色光所混合組成而來的 那這個經過三菱鏡的分開 這個現在叫色散 會有色散的原因是因為 不同顏色的光的折射情況不一樣 高中的話叫做折射率不同 它的束縛的變化情況不同 不過這個細節我們國中沒有加 然後呢你會讓你產生視野光叫做可見光 所以你看到彩虹有所謂的紅層黃綠藍電池 就叫做所謂的可見光 那麼你看不見的太陽光中你看不見光就是不可見光 我們會跟各位講到的紅外線跟紫外線 在一開始我就提過了 在一開始我就提過了 我們會再提一次紅外線跟紫外線 好可見光 你可以感覺到 你可以感覺到光叫做所謂的可見光 可見光這個我們看過 我們那個類似圖我們看過的就是電磁波有很多不同的頻率跟波長 其中只有一小段 人的眼睛會有感覺 叫做所謂的可見光 其他都是不可見 人的眼睛感受不了 最近接近紅光叫做紅外線 最近紫外線 所以就是所謂的可見光區 它有它的頻率跟波長 普通聲不重要 普通聲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範圍 會有多少 波長多少到多少 均多少到多少 那是以後的事情 那麼 色光會因為 剛剛講過 它會有色散 也就是因為它折色的情況不同 就是 它的光速的變化情形不同 所以它就會 角度不一樣 所以顏色就散開來了 叫色散 不散 有一些現象都會跟色散有關係 高中會交彩虹 彩虹就是色散的結果 一個紅 一個泥 有上次有拍到有兩道彩虹的 有道彩虹的 一個是紅 一個是泥 有一點不同 高中以後再交 然後呢 黑中是藍色的 這也跟色散是有關係的 國中聲就是看過去 知道它有關就好了 細節我們通通沒有討論 細節我們通通沒有討論 我們只知道說 彩虹跟折色 這個折色的情況不同 色散有關 然後至於怎麼回事 我們就沒有交 然後呢 基本上你會看得到 這個東西叫紅色 就是因為有紅色的光 光進到眼睛 那這東西的光 可能是它自己發出來的 可能是它反射的 或是它透色的 就是穿過去的 穿過去的 所以 你為什麼會看見 這個紅只是紅色呢 因為它反射什麼光 它只反射什麼光 它只反射紅色的光 然後把其他光都吸收掉 所以它只反射紅光 紅光進眼中 所以你看它就是 紅色的 那綠玻璃 那為什麼是綠色呢 因為它只讓誰穿過去 它只讓綠光穿過去 別的光都吸收掉 不然只有綠色的光會穿過來 就看它是綠色的 所以 你會看到紅色 就是紅色近眼睛 你會看到綠色 就是綠色近到你的眼睛 還聽懂嗎 OK 綠光近到你的眼睛 那如果所有的光都被吸掉了 沒有光 那邊什麼顏色 黑一點 黑色就是沒有光 所以沒有黑光 沒有黑光就是很光 沒有黑光就是很光 黑就是什麼東西 沒有光 沒有光 沒有光就是被人黑著 就黑黑的 那所有的光都過來 所有的光都給你 所有的光都給你 叫做白的 白色 所有的光都給你 白色 白色 OK 最後是觀念 以後考試 就跟這個有關 會看到紅色的紙 因為它吸收所有其他顏色 紙版色 紅色 會看到綠玻璃 就是因為吸收其他所有的紙 讓綠光通過去 以後考試跟這個有關 以後的考試都跟這件事情有關 OK嗎 OK 所以 白光在藍紙上 藍紙什麼顏色 白光在藍紙什麼顏色 藍色 會把白色的光 其他光都吸收紙版色誰光 紙版色 紙版色 藍光 紙版色藍光 那藍光在藍紙上呢 還是藍紙色 還是藍色 還是藍色 因為藍紙是反色藍色嘛 對不對 那紅光在藍紙呢 紫色 紅光在藍紙呢 紅光在藍紙呢 紅光在怎樣 吸收對不對 你也沒有光了 沒有 所以什麼顏色 黑色 這就是考試題目 這就是考試題目 OK 這就是考試題目 紅光在哪裡就是黑色 OK 有問題嗎 沒有 他的生活的現象 有這些 時候有紅綠燈 就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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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是舊式的 這是舊式的 照片上的左邊就是 就是 就是 前面是一個 紅色 黃色 綠色 壓克力板 後面光照過來 通過 紅色壓克力板 變成 紅光 通過 綠色壓克力板 變成 綠光 這是舊式的 台北市 現在幾乎已經完全 看不到了 以前 旁邊的巷子 還有一個 現在的台上不是在 我已經不知道了 現在這都是影絕桶 都變成右邊這種 LED的光 本身就是發紅光的 本身就是發綠光 本身就是發黃光的 這種 這種 現在新式的是這種 LED的 因為它比較省電 而且比較耐用 所以現在都是感覺這種 所以 我這裡上面所寫的 這個紅綠燈那個說法 那是古時候的紅綠燈 舊時代的紅綠燈 土左邊這個紅綠燈 現在是 現在你看到的是什麼 右邊這個紅綠燈 自己會發光的那種 自己會發光的那種 不太一樣 OK 再來就是一些小販 賣西瓜小販 就會用一個 有一點會發出 紅光的燈泡去照它 它看起來比較怎樣 看起來比較紅一點 所以它看起來比較好虛一點 好看一點 所以它看起來更鮮艷和口一點 就會漏禍你 因為它應該滿回去 就把它味道完成 跟原來看起來不太一樣 好 就是這樣 稍微欺騙社會一下 就讓它看起來OK 好看一點 就是所謂的生活現象的運用 可以嗎 可以